10月2日路透社报道说 特斯拉已开启其关闭中国旗舰门店的行动 以调整其在世界最大汽车市场的销售和服务战略 知情人士表示说特斯拉上周晚些时候 关闭了位于北京的高档购物中心 乔福芳草地体验店 2日打给该店的电话 已被转接到了附近的其他特斯拉门店 特斯拉北京芳草地体验店始建于2013年 是特斯拉在中国开设的首家门店 2018年特斯拉对该设施进行了翻新 并将占地空间扩大到了该购物中心的两层 目前特斯拉在中国拥有并经营着200多个门店 以展示其车型并为潜在的买家安排试驾服务 今年9月份曾有报道称 由于疫情导致客流量大幅下降 特斯拉开始考虑关闭位于北京等城市 豪华购物中心的部分门店 以致力于实现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 改善客户服务的目标 特斯拉更加注重在低成本郊区开设门店 这些门店同时也可以提供维修服务 超过半数的特斯拉中国门店 不提供维修和养护服务 而且更多的是位于租金高昂 空间有限的地段 其中包括已经关闭的 侨服方草地特斯拉门店 目前有迹象显示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中国需求有所放缓 特斯拉将其Model 3和Model Y的车型 在中国的起步价下调了9% 扭转了整个行业价格上涨的趋势 谢谢大家